在那場除沙都在4月4日 這裏是6月4日6時40分之後的 六四燭光晚會現場 現場是台北市的中性紀念堂 下面的這個地方 發言錄音的就是方正先生 我聽他說什麼 那些人們依然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 那些鎮壓民眾的窥子手們 沒有得到清酸和問責 而那個政權的延續者 在當下35年後的今天 依然用殘酷的手段 在鎮壓著國內的民眾 使得國內民眾依然是災難遍地 不僅如此 他們用想盡各種的辦法 去剝奪了香港的自由 還要用武力的威脅 來威脅台灣的民主和自由 所以朋友們 我們一定要攜起手來 不能讓這個瘋狂的獨裁政權得逞 因為我們在不忘記35年前 那場屠殺的同時 我們更要醒醒當下 因為我們堅信 只要我們攜起手來 我們一定能夠阻止暴政 我們一定能夠終結這個極權政權 因為我們始終相信民主必勝 獨裁必敗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方先生 那我們下一位是中工所老師 那工所老師他也是中國海外民運人士 也同樣是八九民運的親歷者 他是人道中國的創辦人 那人道中國是美國一個NGO組織 在中國 就是政治犯他們在釋放之後 但是他自己還有他的家屬 也是會還是會受到來自當局的騷擾 或者是威脅 政治犯的孩子有時也會被剝奪他們入水的機會 被剝奪他們的受教權 政治犯的就業機會也會遭到限制 因此人道中國就是一個人在做 中國因為政治社會 宗教人員已經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受害者 還有家屬 提供一個他們可以接受到好的生存下去的機會 提供人道的救援 張豐索先生是有份籌備在紐約的六四紀念館 大家知道香港的六四紀念館已經不再存在 但是在紐約那裡存在 是殺不到的 如果大家去新紐約 記住去探訪這個紐約的六四紀念館 我們歡迎張豐索先生 親愛的在台北紀念六四三千五中年的同學們 感謝你們聚集在一起 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 三十五年前 我是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 在這個時候 我在天文廣場上 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中國政府用坦克機關槍對付少爐村界的平民 我在天文廣場 人民英雄紀念的一場 聽到槍聲從四面傳來 還有坦克裝兩車到處撞撞 信號彈故事飛上天空 這是一個政府對人民的戰爭 第二天凌晨 在一個醫院 沐西町復興醫院 我看到有四十多具屍體 擺在自行車棚 因為醫院已經排滿了死傷的人 這就是三十五年前 所發生的最慘烈的一頁 為什麼這一天重要 因為它展示了中共政權的邪惡實質 這樣的一個政權 不可能尊重人權 這樣一個政權 從此走上一個自覺與揚之 普世價值的道路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會有維吾爾人的集中演 會有藏人的對客自成 會有香港在過去五年 自由被完全剝奪的大倒退 在香港所發生的一切 這樣的一個政權 完全可以施加在台灣人民的頭上 這就是它的代表 從那一天開始 這樣的一個政權 我們就必須反對它 直到它打開 這就是我自己選擇走上的一條道路 八九民運 更重要的一面 就是在那個時候 在鎮壓之前 幾百萬中國人走上街頭 要求自由民主 展示了另外一個中國的口 當時在台灣民主改革 基本上同時起步 可是在台灣發生類似的野版河行運的時候 台灣政府選擇了軍取民眾的呼聲 進行改革 才有今天台灣 成為亞洲自由民主的登口 那麼我們今天紀念六四 要紀念的是民主家庭這樣一個土式家庭 紀念那麼多為了這個共同的價值犧牲的人 你要記住 我們必須在中共這個邪惡政權面前保衛這個主事 保衛今天台灣的來自民主的民主自由 這些不是比較出色的中國海外民主的民主主 著有六四天安門寫新清場內幕等等的三本著作 二仁華先生寫了幾本關於追查六四軍人反對著著作 可以說的是六四版的老頭雲仔 一定要買來看的 給掌聲來 二仁華老師 謝謝 主持人好 各位在場的朋友好 我是吳倫華 是六四屠殺事件的青森經歷者 當年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 被屠殺發生的時候 我跟兩三千的大學生在家民廣場堅持到最後一刻 被紀元部隊用武力驅趕出家民廣場 後來在經過六部口的時候 就遭到三兩紀元部隊坦克從背後 追壓我們學生徹底隊伍 其中第二號16號坦克 衝入學生人群造成11人死亡更多人的受傷 剛才第一位入鄉八隱的班聖先生 就是在六部口坦克追壓事件當中 失去了雙腿 所以那個場面非常血腥 讓我無法忘記 所以後來我就常跪在六部口五位死難大學生的遺體前面 心裡就發誓不能遺忘不能遺忘不能遺忘 所以後來就成為一個六字資料的收集者 跟研究者 其中經歷非常艱難困苦 但是不能遺忘這個誓言一直堅持我走到今天 但是中共當局關於六字圖殺一直在製造緩言 主要的有兩大緩言 第一個緩言就是說戒嚴部隊在下入環場沒有開槍 沒有大使一棍 第二大緩言就是戒嚴部隊沒有用坦克 就是碰壓學生和民眾 今年5月29號 我在最高的一起推薦上 第一次發布了我從來沒有發布過的一張 六部口坦克事件三名死難學生遺體的照片 然後加了一個簡單的文字說明 結果招來了中共有組織的五毛圍攻 從百三千個五毛來圍攻這張照片 圍攻我本人 包括謾罵 包括非常專業的方式製造偽造的這個網頁 意思說我發布的這張照片是 越南戰爭時期順化事件的照片 他們表面上是要否認這張照片的真實性 其實是要否認我這個作為六四研究者的公信力跟信用 因為今天在網絡上 關於六四屠殺 關於家人 武力清場 特別是關於六四職業部隊 基本上使用的都是我的研究成果 在中國 三十五年過去 六四還是最大的禁區 任何人有紀念六四的行動 或者在網絡上發布六四的信息 都會遭到嚴厲的懲處 2014年 也就是十年前 六四二十五多年的時候 我在政法大學所交的碩士研究生 孔子強 也是著名的人權律師 就因為在北京電力學院 好介教授家裡 參加了一個只有十多人參加的六四紀念活動 事後就被逮捕 被莫須有的罪名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而且被剝奪了律師的職責 就是說在三十五年以來 有很多中國民眾為了七六四 付出了各種的代價 所以今天我站在這裡 我參加六四紀念活動 不僅是我個人的一個行為 也是今天還在中國 無法站出來公開紀念六四的民運同道 當年八九民運參與者的一個共同的行動 今天在這裡 我又向三十五年來 一直堅持在中國國內 繼續為民主自由 人權奮鬥的同道 表示我的敬意 前幾天 江南母軍群體 又在第三十五次 發表了共同的聯署性 要求公布六四真相 要求追究六四圖三的責任 要求國家賠償 這就是我們台灣曾經做過的民主轉型的三個步驟 但是三十五年來 江南母親群體的這個合理的訴求 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的任何的回應 而且遭到了很大的政治的迫害跟騷擾 讓我相信的是 今年在這個聯署性上親民的 有144位六四死難者的家族 可是他附入的 三十五年來陸續去世的 曾經在聯署性上親民的六四家族 有七十三人 這七十三位六四的家族 在漫長的等待時間裡 沒有等待來正義 恭喜 他們隨著他們的親人去了天堂 就讓我非常感激 所以在六四這個時候 我就會想起他們母親群體 想起他們多年來這種心中的悲哀 今天我們一起在這裡參加這種六四的紀念活動 我們也是為了給香港一些團體 香港一些民眾 在很多年堅持紀念六四 搗戀死難者 抗議中共殘暴 表示我們的聲援 因為香港知名會的最後一任主席 李多仁先生 最後一任的副主席和軍人律師 周星彤女士 現在都在獄中服刑 他們其中的一項罪名 就是在香港特區政府禁止 悼念六四以後 他們到維多利亞公園 撿起了悼念的主觀 前幾天 在獄中的周星彤女士 委託她的家人 在她的臉書專頁上 發表了關於六四 三十五周年 悼念的寫本 結果香港特區政府 第一次動用香港基本法 第23條 被六個人 包括周星彤女士 在內進行控罪 宣佈拘捕 其中就包括周星彤的母親 因此 今天我們更有必要 站出來紀念六四 這是我們對 今天還在香港獄中的 這些曾經為紀念六四活動 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士的 一種聲援跟致敬 今天我們一起站在這裡 紀念六四 也是要讓更多的人 特別是讓臺灣的年輕人 看到中共這個政權的專制 它的強暴 因為今天對民主的臺灣 對民主的國家的唯一威脅 或者是最大的威脅 就來自於中共這個專制政權 所以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我們今天參加這個活動 就是要再一次的揭露中共政權的 殘暴的面部 在臺灣 不管是獨派 維持現狀態 不管是哪個政黨 你首先必須的是民主派 你首先必須的維護臺灣現有的民主體制 維護臺灣人現有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在今天我們不管來自於哪裡 我們不管是出生於中國的人 還是出生於香港的人 還是出生在臺灣的人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那就是中共政權 我們今天必須團結一致 全力的去推翻這個中共的體制 當然推翻中共專制體制的任務 要由中國出生的這些人來承擔 但是香港人 台灣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人 必須要關注跟支持中國的民主化實驗 最後我作為一個六四的青春經濟者 我代表我個人 也代表我今天不能站出來的在中國的三年八九民運的同道 向這一次主觀網會的主辦團體 包括今天到場的臺灣人香港人 表示衷心的感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好吃 謝謝我們好吃 我好感動喔 希望有一天 我們香港也好像老師那樣 有一個 有一個 指入香港報警的紀錄庫 一定會有這天 我相信 我相信 加油 加油 不要讓他們走 送他們去九輪堡 那接下來是我們發言的是 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的理事長齊華 那他過去曾經在東吳大學任教 他也長期從事 首先發現那個是五人華老師 也都是六四個重要的資料搜集者和研究者 也都是今間會 這個道歉大會的重要主辦單位 他過去非常之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 我們以烈烈的掌聲去多謝他 去懲罰他 大聲一點 大家好 林沙華理事長 其實剛剛三位都是六四的親議者 也是我非常尊敬的民主前輩 但我是一個台灣人 所以我想今天我會從我的角度 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其實剛剛對我的介紹裡面 我曾經有三個看法座 第一個是華人 第二個是理事長 第三個是紀念六四 那我就想從這三點來 今天就是 先聽聽聽說話 今天六四十五週年 在這個現場的地方 很多人 我曾經非常猶豫 我要不要 假如 我其實不太喜歡華人這個概念 因為其實從 族群的概念來說 他太狭隘 從文化的概念 他又太空泛 但是當時的 沒有 好 好 那我們繼續看看這個現場的情況 你看人數真的很多 我這樣走出來已經很多人 那今天應該粗略估計 我現在看已經開始了 那些時間 應該有一千人 起碼有 你看很多公民的團體 你看很多公民的團體 現場 非常多公民團體現場 那也都有這個 這個屋箱支柱 好幾年前 屋箱支柱是被人家逃屋的 那逃屋之後 那基本上 我們 就是當局 就是機構 是不會丟掉的 是會繼續在這個地方 那裡展示 它的屋漬 那它的屋漬 我想這裡都很清楚 而且呢 將有關的事 都放進去 對很多朋友 都是一樣的 但當時 對我來說 不太有所謂的 實際上 被關的工作 以及 最嚴重的 是在往後幾年 我不斷看見 很多朋友 在這裏看見 被捕 被審判 被關於家裡 然後被釋放 然後他們被殺人 然後被關於家裡 然後被關於家裡 所以這個過程 我覺得很大的 努力感 在我們致上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很多的 直到我們遇見 在這個現場 有些我認識的人 那 如果我也是 看回 我看回 這個現場 由警察為此 除此之外 這裡有個燈海 燈海陣 排上來 就是八九六十 我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但已經不開始了 這樣是不是很快樂 這個地方 又悼念的地方 所以好 悼念的地方 你都要看回 我根本一點都不怪 唯一的成就感 是看著自己 跟我看的共產 墨捨的方言 肺炎物不愁 血血的真相 就是靠華民 子之小貓 以及所有 在場人區的朋友的幫忙 借大家掌聲 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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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哥 誰的真相 這是我們第三個戰場 更精確的來說 為什麼要在台灣 青年六四 我相信 這樣場每個人 都有自己到場的理由 有人 基於粉絲人權 有人討論國家暴力 有人說 我們要抗對民主權 當我這個人很簡單 只要讓北京不開心 我們都去做 對不對 對 哈哈哈 這幾天的香港 香港正在不斷抓人 包含剛剛提到朱慶祠、劉嘉莉的這些朋友 罪名是他們利用敏感日誌去三個動議 大家都知道這個敏感日誌是什麼 就是六四 我記憶中的香港每年六四都有幾萬人上街 他們高行結束一黨專政建議民主中國 現在香港卻是一個連六四提都不能提 香港五四也是太多利利有關的 死去的人無法自發生 活著人也被五向直發 六四成為絕對的政治競技 此刻投資六四就是為了無數八九天安門的殉難者 為了無數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 為了無數已經無法證出來的香港普通市民 為了無數堅持悼念六四 來被逮捕入獄的民運人士 今天在這個自由觀察 在這個民主大道 我們去到這個地方結束好不好 OK 拜拜